驚喜糖可敬 B M E P 邀您共賞 醫師好辣 那 其實我自己遇到 也有一點類似 跟脖子有一些關係的 那我們遇到的病人就是 他一開始來 是為了要做一些健康檢查 可是走進來的時候 我們還沒有抬頭 就基本只要請他簽一下 寫個字 結果我發現 這些蝦子怎麼這麼慢 簽了很久 一抬頭發現 他的臉有點不太對稱 家人就說 因為他 所以我們就很認真問他說 為什麼 你知道有找到原因 為什麼中風嗎 那他就開始默默的說話 他那時候中風一開始的原因 他那時候直接住院 因為太年輕了 人家幫他做了很多很多的檢查 想要去找原因 因為年輕的中風 一定有一個其他原因造成 不是像年紀大 膽固醇高去阻塞 就那時候做了很多檢查 最有問題的是心電圖 心電圖發現他有嚴重的心率不整 是我們稱之為心防戰症 心臟會這樣跳 咚咚咚咚咚 動動 就是完全沒有任何規則的亂跳動 那這種心臟亂跳動的情況之下 他會有開始亂流 那亂流在比較沒有流動的地方 慢慢就會跑出血栓來 這血栓就看運氣了 等到哪一天亂流 剛好這邊推動的時候 他就把這血栓給打出去 塞到哪裡 算哪裡到 所以塞到腦 塞到腎臟 塞到手 看哪邊運氣不好 塞到眼 塞到什麼 都有可能 看你塞到哪一個地方的血管 結果他就運氣到不好 直接打到腦部 堵到腦部裡面 所以血栓是這樣來的 可是他那個心率不整 心防戰症問他說 你以前有沒有症狀 你知不知道心率不整 他說我完全不知道 結果後來又發現另外一件事情 因為這種早發性的中風 有做了一個複雜的檢查 很多 發現他假狀性有嚴重的抗禁 假狀性抗禁 你知道這件事嗎 可是他自己想了一想 後來又想說 不對 他記得他以前在更小的時候 去做體檢的時候 人家就有告訴他說 你那個脖子比較 摸起來比較大 那個可能假狀性有問題 你要不要早點去做檢查 可是他後來看一看 他也不覺得怎樣 因為他都覺得他就是看 他就說他脖子比較短 比較看起來比較粗 所以他也從來不理會 結果就發現 他早早就因為有一個 這種假狀腺腫大 他是一些自體免疫的 假狀腺疾病 早就開始慢慢在發展了 有一些前兆了 可是問題是後來大家說完之後 他也沒去注意 結果最後跑出了中風來 所以早早注意這件事 其實就可以好好去處理他了 最近有個朋友他問我說 他妹妹二十幾歲 他已經開過 假狀腺癌了 這幾年他發現 脖子有點腫的最終 因為他是胖的 其實不用問是抗禁的對不對 一定是低下 可是他脖子為什麼會腫起來 是不是有可能會復發呢 其實這件事情有好幾個原因 假狀腺癌一來會復發 二來是我們假狀腺 不管在抗禁或低下的時候 最常見的是一些 自體免疫疾病 那自體免疫的攻擊了 我們自己的假狀腺的時候 有兩種結果 這兩種的自體免疫 一種是會刺激我們假狀腺裡面 會不斷的一直分泌一直分泌 這種會腫起來 另外一種 我們常見的自體免疫疾病 會低下 因為他是攻擊了 假狀腺細胞之後破壞掉 所以瞬間細胞破壞完之後 後續你的假狀腺細胞比較少 可是你很腫大的 可是能夠分泌的細胞不夠多 所以你會低下 所以不管是低下或抗禁 都有可能腫大 原來假狀腺癌是有可能會復發 那有沒有可能會轉移呢 假狀腺癌的部分來講 其實轉移也是有可能 可是坦白說 癌症裡面在假狀腺癌的這件事 跟其他的癌症的凶猛度 它是最輕的 相對而言是比較 沒有那麼的凶猛一點 假狀腺它有分四型 那一般來說 二三十歲的女性或男性 她們得到假狀腺癌 都是屬於比較容易好的 那種叫 但是如果你得到 分化不良型的假狀腺癌 其實它的復發跟它的死亡 以及轉移的風險都很高 所以你真的要注意到 掉進去就來不及了 剛剛的口腔癌也是用 及早一步發現 對 來 第三 感官功能大當機 當心人生從此變黑白 一個四十三歲的手女 她來門診 跟我說她有子宮肌瘤 她已經生過兩胎了 那有五顆子宮肌瘤 大概就是最大的五公分 最小的三公分 相當於大概身上放了五個 乒乓球道網球大小的東西 湊起來大概就一個足球得二 就放在她子宮上面 那她覺得因為貧血厲害 出血量大 月薪量大 她就說她去看醫生 好幾個醫生跟她說 那她不能接受跑來找我 在還沒有海浮道之前 我們的傳統方法就是第一個 肌瘤切除 第二個還有一個方法是 就是這邊全部切掉 第三個方法其實還有一個方法是 就是保留這個子宮頸 把子宮體割掉 這裡面當然包括她那五顆 腫瘤 肌瘤都在上面一起拿掉 一個方法是只有把瘤一顆一顆挖掉 就把這五顆挖掉 我跟她說其實都可以 她說那為什麼他們都叫我子宮割掉 我說因為傳統上都是教大家說 一勞容易割掉 她說開玩笑 那我器官要預防它再長東西就把它割掉 我說我認同你的說法 對…我是也不輕易把它割掉 那你告訴我 我這三個開刀的方法 我們開刀方法是還有什麼 肚子打開傳統 那是下刀的方法 我現在指的是 對這個腫瘤的處理方法 有剛才那三種 我就跟她分析說 肌瘤切除的優點缺點 那次權切除的優點缺點 還有權切除的優點缺點 那她說 我現在有考慮拿掉這個子宮 有考慮 但是我在想 為什麼子宮頸留著這種方法 是幹嘛的 我說 這個方法是 你就變成要了解子宮頸的功能 第一個就是 她那個懷孕的時候 她關注了小孩子在裡面 所以她有生育功能 對 那當然平常 精蟲 卵子或者月精蟲出來 她大概都有生殖相關的功能 是知道的 其他兩個功能 可能大家不太清楚 她前面 子宮頸前面黏著膀胱 所以她其實支撐了膀胱 她前面是膀胱 另外一個功能可能大概更不知道 但很多婦女說我有感 就是這種感官 性功 她是一個敏感帶 很多人都非常敏感 碰觸她 她會覺得非常興奮 有的人甚至是很快就高潮 這病人立刻跟我說 醫生你說得對 我說沒有錯 對她來講 她割掉 馬上人質就被黑白了 就她那一層割掉 陰莖是一樣 對 她說 她說那這樣 我選擇切除這個子宮體 我說你不考慮選擇 只切除肌瘤嗎 我說那也是可以的 我想 折中 她選擇折中 我說沒關係 這是你的選擇 她就決定說保留子宮頸 我說但這個事情是 你要記得抹片 她說本來我本來就每年 都做抹片了 如果你拿掉子宮頸 就沒有子宮頸癌機率 她說那我不能預防子宮頸癌 所以把子宮頸割掉 我說難道我預防腦部長 癌把頭砍掉嗎 我覺得你表情非常有道理 對不對 我們不能這樣做 你的器官 你要保留OK的 你只要記得抹片 她說可以 後來有過了大概半年回來以後 因為我有記錄她的要求 我跟她說那一切都滿意嗎 潘老公跟我說 醫生 我知道她的意思 她本來一直點頭說 跟以前一樣的好 這個姓是男人女人 都是為這個活的嘛 是為這個活嗎 有這麼嚴重的 要不然你怎麼叫性命 對 我好 我都在 性命有泡染的意思 你們剛剛在攝影棚還說 有常常在做那件事 會變比較年輕 是啊 就像花要滋潤是一樣的 對 男生女生都這樣 對 那個 那光是心情好 就有影響很大的 對啊 絕對是真的 那不然我們就 不叫命姓 叫性命 有性才有影響 像我自己因為工作關係 會很常一直要看手機 或是iPad 然後可能通告之間 也要一直看那個腳本 然後有一次 我就一直在看的時候 我就發現到那個字 越來越模糊 然後眼睛很乾 你才幾歲啊 對啊 沒有 然後我就 然後我就在 你剛剛在車上看 你是不是 我就是在車上看 然後 流連刺到眼睛 我會連被偷看對不對 對 然後就眼睛很乾 然後這個症狀有越來越嚴重 所以我就去檢查了 然後醫生有說 我的眼睛老化程度 有老年人了 真的嗎 對 所以我就去找了 一些保健品來吃 然後就有吃了那個 葉黃素 對 那吃了幾個月之後 就覺得好像沒有什麼感覺 然後後來是聽到醫師有分享說 因為葉黃素 它是一個防護罩 然後會幫你擋掉一些油害光 但是它沒有辦法幫你修補 所以你需要一個 全方位的一個營養素 像我朋友他就會介紹 然後我吃這一盒 這個就是那個 金亮小紫 然後這個金亮小紫 其實它的有幾個很重要的成分在裡面 它有 金斬花萃取出的那個葉黃素 然後紅棗萃取出的蝦紅素 然後還有 柑橘類黃銅 還有一個就是 玻尿酸前驅物 它還有一個成分就是 黑素栗子 三三子的花青素 所以這幾個都很重要 然後 因為我自己也是有戴隱形眼鏡的習慣 然後有時候戴隱形眼鏡會有一些異物感 那因為它的成分有那個 玻尿酸 所以它會保濕 透過這樣子去吃它 有一些水嫩 然後很舒服的感覺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它有通過 農藥 重金屬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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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生 檢驗合格 所以吃了會比較安心一點 像我們常常戴隱形眼鏡就 玻尿酸就很重要 我覺得眼睛真的是很重要 因為曾經有一個雙明亮的眼睛擺在我面前 我們都不懂得珍惜 直到失去才會後悔莫及 現在醫療越來越進步 科技越來越進步 人的各部位都越用越久 那人的死亡老化也都越來越延後 都能夠越用越好 可是唯一一個東西 隨著科技進步越來越短的 就是眼睛了 對 因為科技越來越進步 我們使用的越多 過去大家都覺得眼睛的病變很多 是一些慢性病 像血壓 血糖 血脂肪 一些三高慢性病才會造成 可是現在越來越多人 都沒有這些慢性病 那什麼原因 大家會覺得 大家現在在 我們在搭高鐵 搭交通工具 以前我們大家都在聊天 現在在上面每個人都拿著 這樣一直滑 一直滑 要嘛就玩遊戲 要嘛就傳耐 要嘛就是一些 玩一些遊戲的部分 那我們平均統計結果 大家一天使用3C產品 大概9.5個小時 所以幾乎整天 就是不管工作或者是生活 幾乎都在用 所以在過去一些眼睛的疾病 原本都在五六十歲才會發生的 現在很年輕很年輕 就開始發生 三四十歲就開始 所以前面造群所講的部分 來講的時候 我們大家要開始更加的小心了 所以現在由很年輕人就開始出現 甚至一些老花的狀況 就開始對東西對不到就開始 你看年輕人 連打個手機按個技能 就輸人家一秒 因為看不清楚技能已經好了 因為就對不到 那包含老化現象久了 也會開始產生 甚至很年輕就會出現白內障 都不是不可能的 所以大家對那種光線的破壞 其實除了我們的白內障以外 我們的 這種的比例越來越多 所以這些狀況是代表 我們開始越來越早 該注意 愛護我們自己 除了減少的使用以外 平常保養也是有需要 前面所說的 玻尿酸的前驅物的部分 它是一個 維持盡量的一個水分的 濕潤的部分 我們的類液的部分 最重要就是 所以玻尿酸前驅物的部分 保持足夠的濕潤度 是非常重要的 那另外的 以及蝦紅素的部分 是協助一些 那除了促進生理機能以外 額外我們所說的 這個部分的成分 它我們稱之為 稱之為 這是有故事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英國的空軍 空軍晚上都要去執行 一些轟炸的任務 怕轟錯別人 所以要培養好 拿良好的看得清楚 就不能炸錯別人 怎麼可以 所以他們就會發給他 那我們這個所謂的 三桑子的萃取物 可是那時候沒有萃取物 他發什麼呢 發果醬給他 現在大家科技進步 不用吃果醬吃那麼多了 現在可以直接吃 萃取物的部分 那這些全部使用 大家最重要的一個概念是 保健的概念不是說 我今天把酒磨磨 快來直接補一下 這是沒有用的 那所以這些營養素很重要的 都是長時間的一個攝取 不是短時間一時半刻 突然就會跪過來再來使用 不是這樣的方法 其實許多疾病千一髮動全身 千萬不要欺負身體所發出的任何情緒 小致指甲顏色變化大致 發燒心機 都可能是重大疾病的前兆 大家一定要保持警戒性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對好辣醫師們的支持 記得訂閱醫師好辣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收看最優質的內容喔 支持照顧 吃無法 按下鈴鐺 吃無法 吃無法 請進 吃無法 按下鈴鐺 吃無法 按下鈴鐺 吃無法 吃無法